哇 這是新年的1月3號晚上11點半 肚子餓我們來煮宵夜吧 那首先要準備的是冷凍水餃 麵線跟買了這種事先比較快的牛凍口味的調理包 還有放了兩三天快要檢視上可以用的小白菜 我們待會就來煮好吃的宵夜吧 再煮香港的四港 blossom 再煮那個年雨 2個人 будете Billy 聊天日和我們為兩一次紀錄成一揹 好,我們終於完成了,花了十七分鐘的時間煮好這個牛丼水餃麵線 那先吃吃看它的牛肉感覺怎麼樣 它的牛肉會比較小塊 麵的料吃完之後呢,就是下面的第二種吃法是麵線 那因為本身這個醬汁帶有一點鹹味 那白麵線本身沒味道,可以做成像是乾麵的方式把它拌在裡面 那也可以做算是一種蠻有份量的一種宵夜吧 可是我好像煮太多了,這個麵看起來應該快要接近三百多公克囉 它這個品牌啊,頂好它本身自由品牌的這個牛丼吃起來呢 它有寫說這個圖片是僅供參考的 然後確實我們打開內容物之後 就是把它倒在麵上面之後,會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那種感覺 那這種感覺就好像是一種寂寞的空虛的感覺是無法形容的 好家在,我有加入這個奇美的水餃跟一些麵線底的青菜放進去喔 所以使得這一碗份量看起來是比較多的喔 編集打到滿足以後 是為了悲民旅行,不然是在這個肉乳 9我、你把肉包弄的泡泡 有蒸泡、水餃的感覺 然後有酷、水餃的膜